各位好神 今天影片我希望可以很简短 正要六分钟之内可以讲完 表达出来 具体地表达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 一讲到关于因果 报应 严历这些东西 只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完全不相信 因为你们作恶太多 伤害过的人太多 心念太差 如果你们相信有报应 那不就是期待报应 不好的东西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那你们怎会相信呢 因此你们会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有多么受欢迎 因为你作恶的恶 只要祈祷 忏悔 和神如何求神欢恕 就可以一笔勾笑 是不是很着数 四书五经的那套 你们怎会相信呢 如果你们是敬畏了敬畏意识 一开始你们心想的东西 已经不会迟下这么扭曲 这么坏 每天看到你们的留言 看到你们很多东西 真的很疯狂 你们那种选人不利己 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在这个年代 第二种人就是 半信半疑 又信下不信下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代 你在我们这个年代受教育 基本上是不会叫你去敬畏意识的 你们会不会觉得 邪恶的人才能赚到钱 不择手段便能赚到钱 要为了钱不择手段 根本上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断地去重组 然后就会成为 很多人的人生座右鸣 你会觉得自己穷 自己没钱 自己不幸 是因为你不够邪恶 所以你要更加邪恶 越邪的人便能赚得越多钱 这是大多数人信奉的东西 你们不相信善良的人 才会得到这个世界最大的财富 你们会找很多不好的人去做例子 然后去包庇自己的无能 自己的内药 自己的无知 还有说起 关于2022年 其实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岁 你们可以看《珍思强》 我这段影片就不详细说了 如果这一两年 在肺炎的时候 你们都过得不错 相当不错 平稳 或者算过得挺好的 证明这些世人做的事 都是相当不错 这几年是一个成绩表 以前二眼部可能要三五七年 现在可能一两年 遲些久运的时候 以前的十年等于未来的一年 那你自己可以想想 当你做的 虚的事的时候 你伤害那些人的事 是几快会有回力飙回来 所以不要经常 这么天真会觉得 我做完的坏东西 大批人都坏了 所以我跟在一起 他很好什么什么 就是经常有很多不抵得 很多怨念 我经常有这么多影片 叫你们大家不放下那种乘暴 你知道什么是所有 一些很大的灾难的源头 即是星星之火可以聊完 疾到就是这个星星之火 基本上人你没有疾到 没有那么容易 不抵得人 这个世界是少了很多问题 和灾难的 大有大小有小 基本上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现代人 太容易见到人的好 你们说以前穷的人都会这样 因为以前你们穷 是见不到人 有钱的人是怎么生活 现在你们太容易见到 太容易见到物质 太容易见到别人的好 但是自己的心 又没有这个物质 进行得那么快 这个进程 所以呢 去到九永的时候 你会见到很多东西会加速 2022年 2021年 应该说由2020年开始 这三年 如果你看到这几年 自己的生活特别好 是突飞万进 我真是恭喜你 是少之又少 基本上是人中之龙 人中之鳳 这几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表现一个分岁 所以你们必须要看真是强的东西 他根本上说得很清楚 2022年是超级之关键 如果这几年你觉得不太差 比以往差 那你就可以自己审视一下 自己反省一下 这一世人究竟你是在发放什么 你所做的事 对人的伤害 是多么昂糕 这些东西是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是会用昂糕来用的 你们这几天发了很多讯息给我 说以前泰鱼那件事 涉及到的那些YouTuber 抹黑过我那些 全部卖了街 接了频道 有些就被人 因为买FT 识了钱 被人去抵制了 觉得有报应 但是真正去追随着 贴近这件事的人 其实都是很少数人 大部分人 你们都是在2019年开始看我的 而能够更新到这件事 而去觉得 这个世界是有报应的人 其实有这班观众 你们可能为数 不是那么多 所以就算我现在 说回这件事 你们未听过的人 或者就算你们看回 我以前泰鱼那条片 吃到我嘔吐 那间餐厅 还要付钱 去找其他YouTuber 抹黑我的东西 这些事件 你们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 但是当然你们 见证 印证这件事发生是最好的 我真是想说 人一个越善良的人 或者你是一个 所谓不作恶的人 你们是被人去 无灭又好抹黑的人 永远都会有金钟罩 这个金钟罩 不只是引领你去一个有钱 或者去一个幸福生活的地方 这个金钟罩 是要来保护你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有讲过 以前的影片 不是很久之前 我想可能三两个月前 你知道吗 你去选人 选人即是送福报的人 你去抹黑人 即是你把自己的运气 给了一些你伤害的人 所以不要想伤害人 是要企图获得任何好处 我经常觉得自己现在的好 不是我命生好 我命一点都不好 我经常觉得 真的太多人 把你们的东西给了我 你们自己不自知 不是我去拿 不是我去报复的 是你们把自己的福报给了我 你们想在我身上拿到的东西 或者想去欺凌 踩低 各样的东西 你把你自己的运气 双手奉献给了我 所以大家记住 不要去拖欠人 不要企图他占人便宜 不要企图他门黑人 真的这个世界 很多是现眼报的 善良的人 永远都会有金钟罩 金钟罩就是 你越去伤害人 你越去抹黑人 那些反作用力 不是因为当事人去报复 而是这个金钟罩 就好像保护着那样 将这些业力 你所做的邪恶的年头 回到你身上 病痛 你的子女 什么是指甸 正前大陆西那些 无端端的子女 周身病痛 你想想一个人 你要做多少的恶恶 才能够令那些兽子 一出生 不停病病病病 吃药 吃药 或者父母的无知 会胎虑到小孩 这些业力是多么重 你经常问我 为什么 小孩要发生在小孩身上 跟小孩什么事 小孩没有这些业 不会投胎 第一 不会投胎你的父母 第二 真正角欲之痛 永远都是在小孩身上发生的 你儿子有事 比你有事 一定 所以几件事加起来 很多男人一听到自己滚 约炮 十个九个半都是 说到你女儿将来都可能会承受 都会被男人这么玩 你们会很大反应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大反应 如果你们完全不相信因果报应 你们是不会这么大反应 因为你们心里相信 但是不想承认 不想为自己行为负责 不想报到自己的子女 和大家再说一次 那件事 这个女孩子 做儿子 家里很有钱 做一个茶餐厅 男人 老婆是大陆西 四个子女住公屋 然后做这个男人的儿子 女孩子自己本身住半生 因为他爸爸搞他 他妈妈都是儿子散出来 他爸爸很风流 所以他爸爸当天跪着哭他 他都觉得是否报警 那天是否要用女儿的身体 去还回当时我搞过的那些女人的债 那是事实 你就算看回很普通的那些 譬如是纪律部队也很多 生一些女儿出来 那些女儿做儿子 自己就是杀杀粉 你若炮若盛的 好责好责 真的可以跟大家说 好责是妻子散 你自己报到你身上 老婆子女离开你 不好的就报到那些子女上 通常当你太太子女 很接受爸爸是这样的时候 那些报应就会在那些子女 长大了之后发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敬畏意识 不要经常觉得 那些东西不存在 你看那些东西都这样 你看到别人一生才算 你看到别人几生才算 不要经常为自己所作的恶 去包庇自己 给这么多理由自己 去做一些很稀的东西 做人对人好 其实没什么成本 我真的觉得 对人好 不要整天的心这么多执行 其实不是那些很需要用力的东西 不是那些很难的东西 只不过你们选择 你们选择就是觉得 我对人稀 对人差 我去拿人 或者去占人便宜 或者是抹黑人 这些变了你们的本性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东西做你的本性 你觉得这样是开心 不见得开心 我说起金钟罩那样东西 我条片已经百分多钟 我真的希望十分钟之内完结 因为金钟罩的道理 你们自己留意一下 在我人生发生了很多次 在我身上 我没有刻意去拉低那些 伤害过的人 从来都没有 但是那些报应就是 屡见不爽 不断地发生 旁敲侧击你的人跟我说 以前的同事跟我说 或者很多以前 如何对我做过很大伤害的人 他们现在的报应 就是 你要知道这个宇宙 有时候真的会派一些人下来 派一些人下来 是有些很重要的任务 好像一些优才生 你想想一个优才生 在一个班上 可能他帮校拿奖 而一些成绩不好的人 你想拖下这个人 令到他不要帮校做到任何事情 不要有什么建设 你想想你受的惩罚 如果被人捉到你 被老师捉到你 你受的惩罚 一定是远远大 你去拉低一个普通人 你越看到他发光 你越想拉低他 你的报应越大 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所以善良的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 狗运是主人 人以道德的人 越善良的人 你会发觉这几年 肺炎基本上影响不了你 接着狗运你们就走运了 然后你们觉得这几年很差的人 特别差 你们会怪经济 怪世界 或者突然间事业 所有的家庭 各样东西都受到牵迷的时候 你问一下自己 这身人做了什么 浩糖 到太阳 了 就不停摆了